大家好,我是华人猩猩的小黄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是 借疫情法官难财业者奖杯率入黑名单 洪森总理警告 政府将原理搭理远亲期间红台 价格法官难财的咬店 业者将被记录黑名单 终身无法获得营业执照 洪森总理对咬店销售添加口罩感到愤怒 他下令执法单位与林区地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口罩称为日销产品 补烧腰店接级母区标例 红台价格造成许多低收入 民众没有能力购买 洪森总理今天早上会见 总理资源医生时探级添加口罩问题 洪森总理说由于价格昂贵 造成一些民众难以买到口罩 对于那些小售添加的口罩店 当局可以采取强硬手段 就接从供店里的所有口罩 洪森总理提前药店和商店以合理价格小售口罩 洪森总理虎一名中 如果发现有药店或者商店销售添加的口罩 立刻同胞当局指发部门要在第一时间处理 洪森总理想向官部门下达命令 出了重供店里的全部口罩 腰店将被勒令停业 业者一辈子不能开设腰店 第二条新闻是 洪森总理简易华人请明街居家居住 为了遏制疫情扩散 洪森总理简易华人请明街居家居住 洪森总理今朝会见总理志愿与生住时 如是表示 4月4日是请明街 不少民众提前方向居住扫墓 柬埔寨政府单由请明街居士扫墓 控制疫情风险 因此建议民众住家居住 在家居住也好 但是政府不会禁止 如果大家要去扫墓也可以 但一定要做好访墓 洪森总理说 第三条新闻是 疫情重庸边境关闭 引发抢购潮 商务部出手 坚实由于新冠疫情 Covid-19 导致柬埔寨边境关闭 侵犯了人们对改革量时断去的担忧 洪森边每个地方初中开始出现空黄新购物潮 导致一些注食的价格几乎发了一反 根据了解 金边以上长鱼干从每公斤 二十五千粒等于六点二十五美元 上降到了三十五千粒等于八点七十五美元 猪肉从每公斤十九千粒等于四点七十五美元 上降到了每公斤三十千粒等于七十五美元 面条从每盒二十千粒等于五美元 上降到了三十二千粒等于八美元 而其他产品的价格也在上涨 商务部指出他们要求相关商家停止账价 并要求所有商家充分合作 共同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平息任何潜在的购买恐慌 此外 柬埔寨进出口监援和翻译站中绝的官员将在市场 商店和购物中心进行抽查 发现有而易将价的商家 立即对其实施严肃处理 今天的新闻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